原标题 李显是太子时 武则天已74岁 为什么李显还要发动神龙政变 胜利元年西元698年 流放了14年之久的费地李显被自己的母亲 大周皇帝武则天给接回了洛阳 当时武则天已经74岁了 此时接回自己的儿子 难道是想还位于李唐江山吗 一时间洛阳城内流言飞语四起 同年的9月 消息被证实 李显被武则天重新立位了皇太子 自从立李显为太子后 朱军问题算是得到解决 武则天也年近八十了 心态的疲累 身体的衰老 使他逐渐输于朝政 九军深宫张一之 张东昌兄弟俩 趁机把控武则天 不断在他面前进禅言 妄图铲除朝中一己 并除掉太子李显 情势已经非常危险 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以张简之为首的重大臣 本就按向李唐 他们深知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 半劝见半斜破事的拥立李显发动政变 史称神龙政变 当时武则天已重病在身 无力反击 向王李赞也配合行动 武则天迫于无奈 当日宪令太子监国 隔了一天 李显复位称帝 中断15年的皇位 终于又回到李氏皇族手里 虽然参与政变的张简之李多多等人 下场悲惨 但神龙政变的意义无庸置疑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